接着我们来看知 它的形象就是好谷求知的知 知是从好谷而来 知是从求心知而来 这一章的经文是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谷民以求知者也 它的意思说 我不是天生而知的 那我这种知是怎么来的 是好谷 是非常喜欢古人的这种学问 好谷 那民以求 民以求就是 我很聪明的来求 这个求包括求古道求心知 求知者也 我的知是这样来的 这一章黄坎书 跟郑康成 都有他非常好的讲法 就郑康成说 这一章是劝人学 孔子 即使他是生而知之 他也是先学而知之 孔子在 其他章里面有说 天生得意义 可见孔子是生而知之 可是这一章又说 我非生而知之 可见孔子呢 即使是生而知之 他也希望 大家要从 学而知之 入门 再来 生而知之的人 也要学而知之 为什么生而知之 也要学而知之 生而知之说 天生他很有领悟的能力 叫做生而知之 他也要学而知之 他的领悟要对着世间来学 而说的领悟能力 不是说世间都不要学 那领悟力也没有落脚处 所以叫我非生而知之 就这个在学习的立场 他宁可视线的是学而知之 叫我非生而知之 可是我这种知 又怎么来呢 我的知啊 是好古 好古 比如说这古 包括古代的这些典籍 六经六义 或者是这个 包括这些古代的这些历史的典故 那孔子的好古的好呢 是不止他喜好 他还要懂得去找老师 所以这里面说 孔子问李老丹 为了向老丹 老子来学理 学理的本质 学理的制度 学理的开合 学理的人情世故 所以孔子还有从 这个曲妇 经过鲁昭公的同意 带着南宫禁鼠 一车两马 千里迢迢 从曲妇到东周洛阳 将来求学 这好古 这包括求老师 还有呢 这个跟鲁国的乐师 诗矿学乐 在周朝跟长虹学乐里 那这个鲁国的诗矿 学乐呢 这是属于乐的这个技法 还有音乐的这种经营 是鲁国诗相教他的 还有呢 孔子也说 三人行 必有我诗言 可见孔子是一个 很会找老师的人 而且是善学的人 叫好古 好古 就是非常喜好古道 而非常喜好古道里面 包括他的兴趣 包括他的志向 包括他所求的老师 包括他懂的善学 都是属于好古的内涵 跟我们现在好古 是喜欢古董 那不一样 我们喜欢古董 收集古董 作为钱财的买 这个累积 那是没有用的 那好古 就是对这个古道的爱好 古道的爱好 还要传不惜福 传古之道 还要不断的温习 然后往下传 这孔子的好古 是这样的好古 懂得既往开来 这种好古 是我们非常佩服 非常尊重的好古 再来明以求 明以求就是说 他有多少聪明才子 他都用上 不像我们现在 很多的聪明才子 都用在世间的明文力 都用在赚钱 都用在这种雕虫小义 孔子的聪明才子 都用上好古 而明以求 求 明以求 求就是包括求老师 求朋友 求环境 求教材 这里的求 还包括说 求薪资 新的知识 新的知识 让孔子懂得 现今社会的发展 懂得古道 懂得现今社会的发展 所以孔子在现今社会 他也不会是一个古靶之人 比如说理 他懂得理的本质 他也懂得理 演变到现在的时候 现在是鞠躬 不是跪拜 现在古代是坐马车 现在是坐汽车 马车的那种进退 跟坐汽车的进退 又不一样 孔子能够保留理的精神 理的本质 而又用到现在 现在有所开合 有水 有益 该增加的 孔子增加 该减少的 孔子减少 所以孔子的内涵 不但能够传承古道 也能够适用现在 不像我们现在 学古术的人 有的人落于死板 比如说他行那个礼节 他行那个礼节 古代的跪拜 他也要跪拜 所以用到现在 他对人也跪拜 让人觉得很窘迫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鞠躬 现代 有些鞠躬 是指45度 或30度 那我们对着别人 就要适合别人的需要 而不是 淫秘的 要人家尊重古代的做法 古代是马车 那现代 你不能再用马车 来做交通工具 所以求新知 求新知 是能够入这个现金 不会活在古人的头脑 古人的古板的想法 但是他用古代的精神 古代的原则 古代的传承 古代的这些 对人情世故的体会 用于现代 所以这一章里面 也可以说 孔子是一个好古 就是温故的人 孔子是求知者 是一个求知心的人 温故知心 孔子是一个好古 而且能够求古道 能够传承古道的人 又是温故 而能够找到古道的心 这个真正的内涵 对古道不断的有新的体悟 所以孔子这样的人 可以做经师 也可以做人师 这一章里面 从 我非生而知之者 告诉我们 就算不是偏重银材 不是生而知之 也没关系 好古 民以求知者 是充实内涵的方法 是跟人交朋友的方法 是为现今社会 找到出路的办法 这样的人才是不可多的 也是我们要学习 孔子 内涵里面 真正的学习法 是这一章的大语 这一章的大语